變成兩欄 剛剛分一欄是比較簡單 一欄應該是 只是最後好像少了一個 我覺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就是讓它自動調欄寬 有沒有 好像最後我的習慣是希望把欄寬調一下 所以如果更完美的狀況 你可以在一欄的底下再加一個敘述 就是把欄寬自動調整 那哪一欄? A欄 那你就需要記一個物件 叫做column 跟剛剛那個column很像加一詞 column 物件值就是VBA裡面的欄物件 欄物件裡面如果你要哪一欄 自動調欄寬的話 你就是A欄 就加一個A就可以了 後面加一個自動調整叫Auto 調整叫Fit 就AutoFit 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建議你打字打小寫 移開的話 如果手字變大寫 表示你沒打錯字 應該沒錯 這樣的話就自動調整了 輸出的話呢 它除了輸出之外 剛剛欄寬不足對不對 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自動順便幫你把欄寬調整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變成兩欄 兩欄我是建議 你可以參考一樣的道理 這邊A跟B嘛對不對 所以它的範圍先確定一下 它的範圍就是 For I等於什麼呢 一樣1到...不是120 是60 可是它多了一個 剛剛除了列之外 只有一欄 A欄嘛 可是現在的話呢 就不是只有A欄而已 還有B欄 所以我的習慣是 會在這個回圈裡面 再加一個For回圈 那我這個For後面的話 我會習慣用J來表示那個什麼... 藍的變數喔 其實這個J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Colon I的話就是Row啦 OK 所以等於什麼呢 1到2 有沒有 1跟2之間兩欄跳動 一般習慣的話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st 然後把剛剛的這一行 把它放到中間 然後記得按一個Tab鍵 讓它縮排一下 OK 我們其實就這一行把它砍掉好了 我們就用那個比較簡潔的寫法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結構應該蠻清楚 這個For配合這個Nest 這個For配合這個Nest 裡面的話就是執行我們要的動作 OK 所以呢 For I指的是列 For J指的是藍 我們範圍先確認了嘛 那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輸出的 這個I的部分 後面本來是輸出A嘛 可是我不是只有A喔 我輸出到J把它改一下 這樣的話就知道說 我先輸出到第一藍 再輸出到第二藍 有沒有 所以它一二兩藍在跳動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把它改成J 這樣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你說喔 那後面的公式如何下 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假設呢 你這個Colens跟Row的公式 有做出來的話 其實你就把它轉一下就OK了 有沒有 那怎麼轉 基本上的話就是Mid啦 然後呢 改的地方呢 這個 這個可以再稍微參考一下 只是加了中瓜糊 那至於錢的符號不需要 因為它這個是相對位置 不用鎖一下 只是加一個中瓜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套過來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是Colens這個你把它改成J啦 如果Row的話你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我是用I來決定它的列 用J來決定它的欄 所以其實啦 如果你把Colens改成J 把Row改成I的話 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1加上什麼呢 這邊刮虎一下 Colens用J來表示 J-1嘛 然後刮虎一下 然後把它乘上7 那後面的話呢 Row就是一樣嘛 把這個改成I 減掉1 乘上這邊改成14 其實這樣橙色寫完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假如 這邊少了一個加號 1加上 有沒有 應該OK吧 其實上面會的話 下面應該你也會啦 OK 所以其實你說VBA有比較難嗎 是真的有比較難 但是也沒有難很多 都會有一個關聯性 所以等於你公式寫出來之後 你要把它轉VBA 其實不太困難 OK 再來的話我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的話我切到VBA好了 VBA我們多寫一個好了 就是清除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再寫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就清除好了 清除 打錯了 難怪沒有跳那個SUB 然後這邊ENTER一下 ENTERSYB就出來了 那怎麼清掉全部最簡單 剛才我打一個SELS SELS點CLEAR CONTENT就可以了 你就打一個CLEAR CLEAR也可以啦 或者CLEAR因為它連格式都去 如果你假設有框籤 它連框籤都去掉 所以剛才用CLEAR CONTENTS CLEAR CL 然後這邊有個Contents就是內容 CLEAR CONTENT 就是把資料 CLEAR CONTENT SELS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有的儲存格的內容 全部幫我清掉 直接執行一下 它就執行掉了 OK 然後這邊的話再試一下 亮蘭看看會不會OK 應該OK吧 執行一下 那最後再加一個AUTOFIT 自動調欄寬 欄寬自動調整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 那改一下 A跟B A跟B就這樣 A冒號B就可以了 這是A到B冒號的意思 幫我自動調整一下 有沒有 A冒號B冒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這個資料分割開來 並且做清楚 所以 四冈的話應該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一個四冈 你就是 再把這個改一下 分割成四冈 四冈如果按照剛剛的邏輯的話 那就是這邊 列數減半變30 藍數變成1到4 這裡應該是改哪個字 這個應該不用動 每個都7個字 這個的話就改多少 還記得嗎 改28應該都OK了 對 這樣改完 四藍應該都OK了 這個應該是ABC D到D 所以如果四藍的話 這樣應該也沒問題 知情一下 有嗎 有耶 OK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要擠藍 說真的 很快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切割 所以我這邊大概做出了總共有 三種的藍數分割方法 當然如果你要八藍 甚至是其他分割方法 也都可以啦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做分藍的動作 最後的話 一樣 再把這個 只要你有做sub 旁邊請你就是在做按鈕 這邊可以再加個按鈕 插入 表單控制像這個 然後拖拉一下 第一個的話也許就是 什麼 長橫哥一朗 然後我習慣是 直接先指這一個 其他的按鈕的話我用複製的 複製之後貼 分別把它貼 那這個如果寬度不足 一般我 一般我習慣是 把它按Ctrl鍵再選起來 然後讓它怎麼樣 那個 這邊不是有一個圖形格式 對齊 應該是喔 對齊裡面有個什麼 垂直均分 垂直均分好像還是太 太窄了 我把它拉下一點 這個再按Ctrl鍵選取 它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叫 你可以靠左對齊啦 不過我主要是垂直均分就可以 它就可以自動調 然後再把它重新 改成兩欄 然後這邊是四欄 再一個清除 這樣就完工了 OK 那清除 有沒有 一欄 清除 兩欄 清除 四欄 感覺還蠻好的 快速的幫我們把它分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對齊